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详细地向中学生们介绍了乌克兰的历史 俄乌战争的现状 以及他个人的展望 讲座本身只有不到半个小时 但是其后 这些美国的中学生们提出了很多很有质量的问题 包括俄罗斯人的反应如何啊 在什么情况下北约会出兵干涉啊 未来的欧洲整体的安全情况啊等等 美国在对中学生的教育中 非常注重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 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的培养 不是说学好数理化 管理好你个人就可以了 不对 作为中学生 你必须要对这个世界有兴趣 对这个世界关心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从小就被培养的对整个世界的责任心 这是非常棒的教育 可以夸张一点说 这个恐怕只有世界老大 世界的领导者的国家才会进行这样的教育 在加拿大我就没有看到过中学有这样的教育 我在旁听中也了解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 在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 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包括它的装备战斗力损失了近70%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在2014年 乌克兰军队面对俄罗斯的入侵毫无招架之力 才导致了今天在俄乌战争的开始阶段 大多数人都预测说这场战争不会持续超过一个星期 但是呢 在2014年之后 美国大力的援助了乌克兰 重建了乌克兰的武装力量 培训了这支部队 掌握了现代的作战手段 拥有了现代的作战武器 可以说 正是美国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的重建 才使得今天的乌克兰能够让侵略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能够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 我最近听到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朋友有一种观点 认为说 如果西方和美国不帮助乌克兰 那这战争不就打不起来了吗 所以西方才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点 因为按照这个观点的话 如果美国不援助蒋介石政府 中国不也无法和日军作战 抗日战争不也很快就结束了吗 那蒋介石就流亡了 哪能打八年抗战呢 按照这个观点 难道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 是美国调动的不成 但是他们会说 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可不同哦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仔细分析 你会发现这两场战争的性质是惊人的相似 但这部分内容过于敏感 我只能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刊登的那个版本中播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好 我们回过头来谈俄乌战争 我在昨天的节目中介绍过 美国政界最熟悉俄罗斯事务的专家 Fiana Hill 希尔女士 她是生于英国的一个贫困家庭 13岁她就开始做洗车工和酒店服务员 但是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哈佛大学俄罗斯和现代史博士学位 她精通俄语并且在俄罗斯留学多年 曾经担任了三任美国总统 关于俄罗斯问题的顾问 是目前美国顶级智库 布鲁金斯学院的俄罗斯专家 可以说在美国最熟悉俄罗斯的人中 希尔女士是翘楚之一 最近她接受了青年才俊 Ezor Klein的访谈 在谈话中 希尔女士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 希尔女士并不认为俄罗斯已经战败 事实上她认为这场战争 有着很多自己的独特性 俄罗斯在历史上多次入侵过 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但是没有一次 被入侵国家受到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支持 全球有140多个国家 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着乌克兰 远远超过2014年 乌克兰被入侵时候的那种支持度 这个使得乌克兰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击败 同时呢 俄罗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教训 他们很害怕接受失败收场的结局 所以俄罗斯呢 一定要创造出某种胜利的气氛 这个就体现在两国开出的谈判条件 差距过大 从俄罗斯一方来说 他们会认为说 我允许你乌克兰加入欧盟 就是我最大的让步 你必须让我获得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 但是乌克兰则认为 北约我都可以不加入 但是我的领土完整 必须得到保障 双方的差距过大 就只能导致战事前沿 这儿我想插一句 乌东和克里米亚确实是说俄语的人更多 亲俄的气氛非常浓 但是他们是否能够独立 从这种冲突上可以看出 民主是解决这种问题最好的方式 无论是英国的苏格兰独立 还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 也许会有非常激烈的争吵 但是不会通过战争方式去解决 一个全民公投就避免了流血 希尔女士认为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明白 因为还没有谈判的基础 所以这个仗还只能打下去 目前的平静基本上是双方在积聚力量 俄罗斯将重新部署 加强对东部方向的控制 俄罗斯可能会一直打到 乌克兰这个黑海上最大的那个港口 叫奥德萨 从而完全封闭乌克兰的出海口 但是希尔女士也认为 俄罗斯可能已经对乌克兰完全失望了 因为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改变乌克兰人的看法 不太可能重新设立这个国家的方向 因此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会有所收缩 最终到什么程度 目前还看不清楚 战事越往后拖 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个非常不妙 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乌东力稳脚跟 他们也许会满足于长期的占领这个地区 但是要达成协议 谈判成功 依然是非常困难的 作为华裔可能会比较好理解这种情况 中国为了不承认维满洲国独立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 坚持了八年 那为什么乌克兰人就会向俄罗斯低头呢 随着俄罗斯屠杀平民事件的被揭露 乌克兰人对于俄罗斯人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 这个时候 Zelensky他要想妥协 他都做不到 正如南京大屠杀之后 中国政府就再也不会参与和日本的谈判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是希尔女士预测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认为乌克兰需要耐心 在现代的全球化之下 俄罗斯一旦被隔离出去 这个和伊朗或者朝鲜被隔离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俄罗斯人是见过真实的现代化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们也没有那种极端的宗教的狂热 更重要的是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这个背景下 一旦你被隔离出去就很容易产生巨大的技术代差 我之前提到过的俄罗斯航空业的彻底崩溃 希尔女士也提到了 换句话说 俄罗斯的强硬会很快的消退 甚至出现崩溃 这个时候就是乌克兰收复失地加入北约的时候 也是俄罗斯应该开始学会如何和现代世界打交道的时候 如果俄罗斯足够幸运的话 没错 俄罗斯的崩溃很可能是他的一种幸运 正如中国文革之后出现的改变 好 那么再进一步 克兰问道 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 希尔认为 这个可能会和苏芬战争一样 苏芬战争结束之后 芬兰和苏联都声称说自己取得了胜利 但实际的情况是 苏联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 而芬兰保持了独立 但也损失惨重 这里我认为 乌克兰是否能够取得胜利 关键是看经济制裁 战场上你不出现溃败就可以 俄罗斯目前的银行高达20%的利率 和它市场上30%的通胀率 它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最关键的是这种经济的崩溃 必须要表现在对普京支持率的崩溃上 我昨天讲过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俄罗斯人要是不怕穷 那他就不怕制裁 但是我不相信俄罗斯老百姓是不怕穷的 面包的力量有时候比炮弹还要大 普京支持率崩溃的时候 那就是乌克兰胜利的时候 请注意在俄罗斯的民调中 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就是他越年轻的俄罗斯人越不支持这场战争 未来是年轻人的 这个还因为年轻人比较容易感觉到恶 希尔女士认为乌克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的支援和通行 有些外交斡旋由一些中立国家 比如说瑞士这样的国家来做可能比较好 乌克兰可以去争取他们 当然如果乌克兰可以争取到中国的支持 那将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中国正在逐渐的成为俄罗斯唯一的救命稻草 而与此相对比的 俄罗斯的宣传却是对内的 他们并不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但是他们要控制国内的信息传播 试图给俄罗斯人一种西方在欺负我们的这种印象 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重新出现了高峰 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重复 我们华裔应该比较熟悉 但凡我们经历了痛苦 那么这些痛苦都是万恶的西方人给我们造成的 这种宣传适用于任何脱离了主流社会的国家 比如说朝鲜和伊朗 现在有俄罗斯的加入 那些中立的国家会随着时间的推演 越来越多的加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中 希尔女士预测道 法国目前的大选会成为一个试金石 要求法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援助 乌克兰放弃和俄罗斯作对的那个勒庞 他所代表的极右翼是否能够成功 会成为一个风向标 欧洲将会承担更大的代价 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疫情的复苏期间 世界经济本来就非常脆弱 通货膨胀的危险几乎是肯定的 制裁俄罗斯也将整个世界置于了经济危机的危险之中 但是和彻底打破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 让俄罗斯帝国复苏 世界重新回到大国可以随意欺凌小国相比 后者的危险要大得多 希尔女士认为 虽然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都很重要 但是她会把重点放在军事手段上 只有俄罗斯在战场上受到更大的挫折 他们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提出现实的要求 希尔女士最后还提到对联合国体制的改革 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联合国这种二战期间制定的 有几个大国来完全控制世界的做法 显然并不能够提供给世界一个安全的环境 也许需要更多的机制 更多的联合国之外的组织的参与 才能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 那种由几个大国来瓜分世界制定势力范围的做法 目前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弊端 正如Zelensky总统在联合国会议上说的话那样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都不能帮助我们 那你们到这儿来开会又是做什么呢 联合国存在的意义就受到了挑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察秋毫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支持 也感谢后台工作人员的辛劳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